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12號 本部影片呢 是這週的生放送燈友天為12月8號 那我們就開始來看喔 首先呢是 新爆絕 極樂淨土降臨 明天晚上禮拜五 12月9號 晚上6點 登場喔 所以要點真的再稍微留意一下 目前陷阱呢 日版是已經出來了 那就在右邊 對 那目前看起來是做給亞瑟啊 目前看起來是做給亞瑟 好 然後一樣是九宮格喔 這個就再稍微留意一下 第二個呢 是12月10號 怪物彈珠之獎勵 那這些獎勵呢 能換就換 特遇這次的本家 就是這個討魔路2啦 這三隻我個人覺得都蠻不錯的 那主名歪到喔 第三個呢 是未開大地 巨點40 12月14號開始 這次終於到巨點40 那因為也到了巨點40嘛 所以這次呢 也追加新的光未開女神 那就等之後的試用影片跟能力喔 對 這次也變光女神 所以現在剩暗女神還沒出 那第四個呢 是B25.1版本歌星是 12月13號禮拜二 晚上 就這個零點喔 開始更新 首先第一格呢 是我們最近挖寶珠或刷果混混擾的 這個履歷隊伍終於有改掉了 終於不用選好隊伍 然後不小心點到以前隊伍 有改版後可以稍微減少這種狀況的發生 就是還不錯 那第二個呢 是被動標籤更細喔 以前是沒有多這個超被動的 就是我們以前塞 反重力是 反重力跟超反重都在 那他現在是多了一個超反技能的這個標籤 所以我們就可以收超反重 然後反重的角色就不會在裡面 還不錯 更細 第三個呢 是篩選果實喔 標籤更詳細 跟一次你可以點複數的果實喔 就讓你這個挑果實 嚴選的時候會比較方便啦 第四個呢 是最近使用的50隻角色 這部分就還好 因為其實玩家固定 平常常常用就固定那幾隻嘛 所以50隻其實還蠻多 我這個個人覺得還好 第五個呢 是我們原本必須在主頁 就是我們原本在主頁上面不是有個參加多人遊玩 我們可以再挑關卡嗎 這個多改 就是讓我們少一個順序 就是我們點擊關卡內可以直接按那個參加多人遊玩 就是讓我們多人連線目擊更方便喔 這個也不錯 也不錯 也不錯 下一個呢 是追書庫新增這個礦物系列的超絕喔 就多了八關 那大家可以多挖八顆寶珠 好 以上呢 就是B25.1更新 接下來呢 是新基收限定服飾得 今年第二位男限定 那今年的男限定都是火屬性喔 都是火屬性 像五月的聖德太子嗎 這個就是十二月的服飾得 那蛤蜊青呢 我們當然來看這個蛤蜊青是誰 好 十二月十號 禮拜六零點登場 那生幽是小野賢章喔 喬魯諾 喬巴拿的那個五代九九的那個神幽 好 我們來看一下能力 煉金術師服飾得 好 我們來看能力喔 貫通力量型 運技呢 是直歐暴擊 被動有超反傳 超反檢 連擊殺手L跟超SS回合加速 SS部分16加8 靜密召喚 蛤蜊青 那是緩和自身的減速率喔 一定期間內就是它是跨回合的 那有情基呢 是火屬性的追蹤球體 跟無屬性的超絕爆炸 這角色呢 目前最大的工作就是天魔8的貫通位 然後我看完試用 就是打爛 然後而且是蠻強的喔 跟六代火轟也蠻搭的 還有瑪達阿法 超反傳加超反檢 它是一個加攻一個加速嘛 那連擊殺手L在天魔8很強 你在天8如果服飾得在地板跑的時候 一樣是能吃到連擊殺手L的 超SS回合加速 因為有打過天8人就知道 那關軟軟跟硬棒棒的攻擊其實蠻痛的 所以血量在80%以下其實蠻好達成的喔 就是很容易一回合撲2CD啊 那最重要就是這個16加8SS 自身減速率降低 開下去是真的降不少喔 試用影片撞音一好幾下還沒停下來真的蠻猛的 那因為天魔8的糖衣蠻厚的 降減速率能讓服飾得多戳幾下把糖衣打破 那破完後還能吃到連擊殺手L是真的很猛 友情部分呢 追蹤球體跟爆炸 追蹤球體在那關主要就是補傷害 那在跑的時候追蹤球體也會跟著跑 就阿賴類友情啊 那同時這東西也能吃到連擊殺手 不過就比較看長盒 不過天8的部分呢 主體還是會靠服飾得的植物直接去扁王 那追蹤球體當補傷害即可 那麼天魔8貫通位 服飾得就是最適陣等級喔 全對應加上低減速率SS 真的是蠻強的 蠻霸道的一個角色 下一個形態呢 是覺醒者負責 那旁邊的就是蛤蜊青 就是他剛剛講的那個蛤蜊青喔 好 我們來看能力部分 貫通砲擊型運進的是友情暴擊 被動部分呢 有反魔法陣 反移轉臂 超反檢跟反擊殺手L 然後SS是6加6 胡亂毆打最速碰觸點進入反擊模式 友情技能是能量球底跟超絕貫通蛋蛋8 都是火屬性的 都是火屬性的喔 還記得我們年中啊 說安娜法如果做成爆擊型會怎麼樣嗎 那這次服飾得就拿著這個組合喔 他是拿炮擊型加反擊殺手L 就快2023這個組合也給了嘛 簡單來說就是蠻強的 簡單暴力的強 看上面就覺得不錯 估計可以靠能量球體射爆不少關卡 因為反擊殺手L2.5嘛 加上炮擊一型就是1.4 所以這樣會有3.5倍的友情傷害 就能量球體跟超絕光蛋蛋8 其實還蠻恐怖的喔 就平常一些要靠機制的東西 可以靠這個3.5倍能量球體直接解決 又或是直接把一些低難轟觸一傷喔 那解決不了的話 還有超絕貫通導引半8能去補傷害 那能量球體平常玩家要手動瞄準嘛 那反擊模式也幫你處理好了 畢竟S是6加6嘛 持顆速逼第二回就能直接開 那被動部分呢 反魔超反檢反影轉3反 目前就得看之後有沒有機會做球 這部分就看米西行情 那火影轉目前3隻 台版4隻 那除了比才剩下都絕版 所以被動很稀有喔 那反檢反魔貫通的部分 也是看之後有沒有球打 不過覺醒者這個型態喔 因為他的友情傷害上限很高 所以色情光也可以無視部分線你戴上去啊 就是我們戴上去靠這個友情開設 可能之後會有很多神奇玩法喔 好 以上是我對福士德的一些看法 好 那最後呢是該不該抽 因為往年12月的限定都是比較尷尬的 主要就是這個時間點的問題喔 目前福士德我個人是比較偏好這個 煉金術師就是戴口罩的那個型態 天八貫通罪勢陣 不過天八目前貫通位有 有蠻多選擇可以用的就這個時間點有 約爾嘛 雅爾斯蘭二天王 那福士德主要就是讓你天魔八的攻略體驗更好 或是你缺天八貫通位 就是非常缺 才會需要 現在立即一定要入手 那如果你天八沒問題 或是你身上寶珠不夠的話 福克或維克的話 福士德個人覺得這個月可以先pass 這時間點還是等之後的這個聖誕α 跟行春超守會來的好一些 因為激獸每個月都有嘛 然後福士德 因為今年如果還有上下半年轉蛋的話 福士德也是會在裡面的 因為去年龜碟也有在裡面 就在那個上下半年轉蛋機 那雖然福士德強度是真的很不錯 但我還是會傾向pass 就等之後的活動會再好一些喔 以上是我的一些建議 好 接下來呢是本週受神話改元藝金 好 我們來看能力部分喔 反射技能超速度型運氣呢是引導 超反傷害必以反魔法陣 光耐反傳跟衝刺 還有光沙跟超S回合縮減 那是放在聯西技能喔 光沙跟超S回合縮減 發動條件呢是兩體以上自己不同戰型 或兩體以上自己不同種族 那元藝金的種族呢是武士 所以不太容易撞到 SS部分是24加4的自強化轉貫通變成出敵爆炸 好 友情是超強斬擊彈跟聯合電擊 元藝金呢這次受改啊 他從原本受神話的單反就是有超反傷 現在變成三反超反傷反傳反魔 能缺而場變多 但是得看之後有沒有機會 讓元藝金蹲到這個三反場 就是三個驚嘆號的整個線都對應到這樣 那SS部分是24加4的貫通 轉貫通的自強化加出力爆炸 因為有超S回合縮減 所以多少可以早點存好喔 友情部分呢是兩個都可以吃光殺的 超強斬擊彈跟聯合電擊 算還不錯的組合喔 這裡來說元藝金受改就是強化 機體做強化 SS有從原本的雷影石追擊變成有自強化加出力爆炸 那友情也算提升不少 就看之後有沒有讓他機會蹲到喔 下一個呢是本周受神話角 貝德維爾 整體感覺變得更正態喔 那我們來看能力部分 反射軍人力量型運技呢是直歐爆擊 被動部分有超反傳 反風 反撿 龍殺手 還有亞人武士殺手 還有衝刺 SS部分是8加8的攻擊會先變貫通 然後加速 那碰到牆壁的時候會再變反射 就是光月團的那個SS 那友情技呢是超絕爆炸跟防禦跟速度提升 一個蠻輔助性質的友情組合 那受神化後呢 反傳 升級成超反傳 反風保留 多給一個反檢可以去水魔劍 就是那個咪咪切完喔 亞人殺 升級成三殺 武士龍殺手 亞人殺手 衝刺小提升到 欸 在被動部分就剛剛講 咪咪切完表現應該是蠻好的 那SS部分呢 這個SS部分就是 第一下貫通 然後碰到牆壁面反射 這個SS看狀況 晴空隊的就蠻好用的SS 整體來說呢 受神化後多了 近期的17B 17B會開27 還有咪咪切完 就是這個水魔劍 也許之後會在各處默默出場喔 不過呢 在他受神化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都是用神化那邊 因為我以前都是靠他打死去 所以他往那進化那邊靠有點意味 我以為他會保留一點地雷 掃雷之類的 好 接下來呢 是東遊記受神化 哇 有沒有驚喜 就是今天這個 台版冒險門無預警受神化 我沒有想到這三隻會 突然受神化 就有點意外阿 不過 在宣布東遊記受神化之後呢 有發布一個更新的台版 然後更新的時候是有到 將近四千號 四千多位的角色是 沒有這個被動 他的沒有技能是 真的沒有技能 像我們平常木刀嘛 像我剛剛就有去玩木刀 就去用木刀去測試 木刀不是有掃雷跟魔法陣嗎 他的沒有技能是 真的連讓你掃雷 沒辦法用 然後魔法陣也沒辦法用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 影響到蠻大的 的一個bug阿 那就要看官方之後怎麼補償 那上片的時候這個bug是已經消 不過就等之後官方怎麼補償 不然這個bug真的是 有點大 有點大 好 首先第一位呢 是我們的鋁洞兵喔 那我們來看能力部分 反射聚能平衡型 運技能是只有暴擊 被動部分是三反 超反重 反傳送 反影轉避 反擊殺手 還有SS會有縮減 被動組合算... 稀喔 就是主要有移轉避啦 所以傳送移轉避跟重力移轉避 這部分都是在火術來說 是比較稀少的東西喔 那同時也有反擊殺手跟超的平衡 所以傷害面也OK 就看之後有沒有機會做起喔 那SS部分呢 是可以吃縮減的消耗令 就看倍率給的怎麼樣齁 友情部分是可以吃到反擊殺 還有超頻的超級別器材 傷害來說是不錯的 就是發術一發嘛 不過傷害可以吃到超頻跟反擊殺 這樣在高難度就是2.25倍左右的增傷一發 還有全體超毒影師 這部分就是一個輔助友情 如果裡面有CS的話就可以用 友情組合個人覺得還OK 那鋁洞兵個人覺得呢 以目前火衣轉避的角色來說是...還不錯 就看之後有沒有機會 讓他蹲到反應轉避的場 火屬這隻個人覺得還蠻好的 下一位呢 是我們的藍彩盒 能力部分是貫通技能 炮擊型 運氣呢是友情暴擊 被動的是三反喔 超反傳、超反風、反反快 有給你到一個殺手 雷射護罩殺手跟火屬性耐性 SS部分是16加8 自強化加使被擊中擊的露營效果大提升 這個就是道特S的效果 不過藍彩盒這邊有注意喔 他有加個大提升 所以大提升的話 這個效果提升倍率會再高一些 友情部分呢 是三方向最終型貫通彈跟全力超強冰塊 都能吃到雷射護罩殺手 藍彩盒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經濟26A 不過 如果能早一點受神的話會更好 因為26A其實現在已經變成尼奧的形狀了嘛 那藍彩盒其實 以他現在的被動組跟組合其實 就是缺角的話還是能帶上去 這樣 如果他早一點受神的話其實可以更好 下一位呢是我們的核仙菇 被動部分呢是四反喔 反射聚能平衡性運氣呢是護盾 那是四反加解藝場喔 對應的場很多很廣 要上位的話就得看核仙菇有沒有機會 像搞瑪瑙那樣蹲到四反驚嘆號場 才比較有可能上位啊 不然他前面還有個魔術王索羅門 甚至光月團 就是比較尷尬一點啦 SS部分呢是8加8的自強化跟自身展開回復領域 就還行還可以 友情呢是反射衝擊波18跟攻防提升 就有正常的友情組合 那先階段呢 核仙菇這禮拜因為有慶祝東流祭受神化 所以這周呢這個東流祭這三隻喔 都有運氣加99的加成 剛好12月14號有安斐爾的降臨 所以如果你是還沒接近安斐爾的人 你那天就可以帶核仙菇去打 他能多開兩項 多少可以幫助你疊安斐爾的速度 就疊得快一點 那這三位呢是明天中午12月9號 直接解禁非常的快 慶祝東流祭受神化紀念活動 上面送的獸榮譽 然後下面有送三顆寶珠請記得打 然後慶祝東流祭受神化開的受神化論 這台就不用抽啦 直接存之後的活動就好 就真的不用抽 那剛剛講的 因為核仙菇嘛 因為明天受神玩 七天內都有運氣加99的加成 所以還沒接安斐爾的人 可以帶核仙菇去幫忙開蛋 然後呢是下週的好運怪物 那下週升放時間呢 是12月15號 估計就是我們的聖誕阿法 那我這禮拜 我是有被台灣那個東流祭受神化 有驚訝到 因為我沒想到 哇居然是這個時間點受神化 那這禮拜呢 估計一樣就是羊草或刷刷城主 那禮拜六等著大家一起玩輪盤 分享輪盤的結果這樣喔 好以上呢就是這禮拜的升放 那感謝各位收看謝謝大家掰掰